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还会有那么一点点刻吧 但是我觉得这样更能记录我真实的练习情况 没错 这就是我为自己找的借口 还是和之前一样 我会在练习后呢 总结一下我在练习反爬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 一 二 三 走 一 二 三 走 一 三 走 首先第一个问题呢肯定就是被谱了 这一段谱子呢乍一看还是挺绕的 但其实是有主旋律音的 首先将主旋律音找出之后呢 再去掉其他音 再加上节奏的话会发现 这一段呢其实是慢版最后一段的旋律 详情的话也可以看一下我们流洋和流水快版段的金讲 平时有事没事也可以多唱唱 但是一定要把每个音都唱出来 而不是光哼旋律 这样的话脑海里才会记忆更加深刻 之后的话就是练习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虽然我们流水晶讲中讲的还是比较详细 但是方法也是需要结合练习才会有成效的 嗯而这一段练习呢我觉得对于像我这样的初学者 还是有一定的挑战的 首先最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脑子记住了 但是由于练习中呢手还不熟悉 各音区的转换 所以的话会慢着半拍 当然这个问题的话肯定是只有一个链字才能解决的 另外这一段反爬我的指法是右一左三 即右手弹一个音 左手弹三个音 嗯在练习中最容易出现的问题就是 左手很容易打滑 这个的问题原因在于 我在练习时指尖的力量还不够 所以的话才容易打滑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有时光顾着弹左手 从而会忘记右手弹完一个音 要接着往下一个音走 当然也还会存在许多其他问题 但是以上我总结的呢 是比较影响整体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在练习反爬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呢 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出来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视频内容 大家如果在练习中遇到问题也可以留言提问 或者是添加我们的微信交流群一起交流学习